寒点水浒108名大将战里前时的梁山好汉 第十名青面兽杨智 杨智在梁山上坐次排名十七 位列天罡中部 本是杨家将后人的他 自幼就对刀枪棍棒样样精通 之前与八十万进军教头豹子投领冲 较量了几十回合也不分胜 可见自身的功底 在梁山上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位列第十基本也无意义 第九名小李广花荣 花荣在梁山中的坐次排名在第九位 位列天罡前部 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术 也是帮了他的好大哥宋江 解决了不少难题 但花荣的本事可不仅仅如此 在之前与秦明的较量中 两人下麻金战 花荣也几乎没有吃到什么亏 两人打了五十多个回合 也不分胜负 所以依次判断 暂且将他放在第九 第八名霹雳火秦明 秦明在梁山中的坐次排名第七 与花荣一样也是列为天罡前部 可因为他个人的性格比较急早 所以导致他的武力值 石高石地十分不稳定 状态好是能拿刀占领冲 状态不好是连王英都能强他几分 就像之前梁山攻打朱家庄 连林冲都没拿下的朱龙 却让秦明不出十个回合斩落马下 这样的不确定性 所以只能暂且将他位列第八 第七名为宇剑张青 张青在梁山中的坐次排名在十六位 位列天罡中部 将他排在第七的位置 主要是因为张青有着一手绝火 那就是暗器飞黄师 在之前张青还位加入梁山之时 便依靠着一手暗器绝火 连着打败了十五位梁山好汉 连后严重 管省 这两位天罡头部的武将 都被张青打低接连败退 知识连卢卷义都对张青一度赞赏 不敢轻易上前捉拿 所以将张青排在第七 也完全没什么问题 寒点水浒一百零大名大将 战里前时的梁山好汉 第六名花和尚鲁志申 鲁志申在梁山中的坐次排行第十三 作为梁山上为数不多的好汉之一 鲁志申的实力 也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属于一个六边性战士 无论是马上还是马下 战里都非常平均十分厉害 在之前与杨志以及石进进行路战 一打二也完全没有让对方占到便宜 在马上有护炎卓向斗之时 也能达到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 所以再次将鲁大师放在第六 也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名豹子投林冲 林冲在梁山中的坐次排名在第六位 但我认为他的战力 绝对是梁山中数一数二的 作为八十万进军教头的林冲 一手邻家枪使得可谓出神入化 无论陆地还是马上 光论战力整个梁山 也就卢决一 观胜能语之一敌 但是为什么将他排在第五呢 这是因为林冲的性格太过犹豫 不够果断 这在很大程度上 使他的战力无法快速爆放 就连打陆雨后这样的小角色 竟然也斗了几十回合 才将对方杀死 因此只能将他排在第六位 第四名行者武松 看过水浒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句话 马上林冲马下武松 整部水浒转在陆战时 也几乎没有见到过武松 在水手里吃过大亏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那是因为武松 没有与卢俊义这样的高级战役 进行单挑所以才没败计 对此我不抬杠 但就凭武松徒手杀大冲 单手擒方腊这两件事 将他排在第四 我认为也完全没有问题 盘点水浒108名大将 战力前时的梁山好汉 第三名大刀官圣 官圣作为官二爷的后人 自从上了梁山之后 便立刻晋升为了 梁山无虎中的一员 一手青龙眼月刀 也是令无数敌人闻风丧胆 曾与霹雳火齐鸣 以及豹子头领冲 也进行过 其业村虽不分上下 但从援助理来看 显然这个官圣的武力值设定 是高于此二人的 所以将他排在第三 第二名玉其林卢俊义 卢俊义作为水浒转重 战力的第一阶梯 棒法 枪伐在当时 绝对是无人能敌的 无论陆地还是马上 都未曾吃过一半 在梁山时也是轻松击败 同门师弟史文公 招案之后 也是接连斩杀了方后 耶律四字等高手 若是单论实力来说 卢俊义是当仁不让的第一 但是将他排在第二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名的战力 却是无法单从马上 和陆迪来进行判断 第一名入云龙公孙盛 公孙大法师 在梁山的坐刺中排行老四 除了在平均水平之上的武力之外 道法的研究 也为他的实力锦上添了花 在卢俊与李珠对战之时 李珠的一手飞剑法术 将枪棒无双帝 卢俊义也逼得没有了办法 如果不是公孙盛到来协助 秒杀了李珠 卢俊义可能还真容易 死在李珠手下 所以我将公孙盛排在第一 大家如果对此排名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